下一位是 聽說是被政治單位脫口秀的素人 他在政治圈工作 平常累積了太多的壓力跟秘辛 所以他就是想要上台來大報秘番 歡迎金巴老師 大家好 我是金巴老師 OK 我要進入我今天的主題 不好意思 我臨時準備 因為今天早上小俊在跟我說 叫我上來講講看 我之前沒講過 因為我一口就答應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是喜劇之夜 喜劇的核心是什麼 悲劇 我的工作充滿了悲劇 所以我一口就答應了 我當下我會決定我要講什麼故事 我講這個故事真人真事 你們應該沒有體會過 只有我體會過 我在政治圈工作 所以我會經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 喜劇無外的工作 我這個工作是什麼 去當一日韓粉 去韓粉團體裡面臥底當一日韓粉 現場有沒有韓粉的 我確認一下我等一下需不需要跑路 現場有沒有韓粉 那種感覺 王國感那一種 那時候 那時候正好要跑總總大選 我那天接到一個工作說 今天韓國瑜要來台南 你去給我臥底當一日韓粉 我們會這樣子做 因為彼此都知道會 因為你要知道說 對方今天講什麼 你要及時反應 OK 可是當天早上 他那天行程都在台南 因為他晚上的時候會在 對 隨便公園 當天早上我現在的老闆 忽然跟我說 我們早上來去掃一趟那個公園 我說好嗎 因為晚上那邊有韓粉聚集 應該早上就會有一些韓粉在那邊等 你現在去那邊宣傳你自己 不覺得很早死嗎 對不對 我很怕到時候你去那邊 因為我們是要拿著大三公在那邊喊 啊 打斗韓國瑜類似那一隻這種東西 我很怕到時候變成全民逃走鐘 你知道嗎 喊到一半 趕走那一種 我還跟我朋友說 我還跟我朋友說 等一下跑的時候 離我老闆遠一點 他會把他們引開 但是我老闆不知道我們是這樣子想 他可能會覺得我們會保護他這樣子 但是我沒想到其實蠻意外的是 我們去的那時候 當然有一些韓粉 你知道怎麼辨認他們的韓粉 他們身上有一些 穿著國旗裝啊 戴著那種帽子之類的 甚至會有人拿韓國瑜娃娃這樣子 插旗子 對 會插旗子那一種 我們當天早上去喊的時候啊 欸 有人跟我們打破了呢 因為現場還是不要小幹台南民主的勝地 有一些鄉親父老 其實已經忍很久了 你知道 我們去喊的時候 鄉親父老人在打破了 我們第一次接收到那麼 欸 這麼快 好 我先來講 我去韓粉臥底一天 那天韓國瑜要到來的點 南昆森的五府千歲廟 我在那邊遇到一個 天啊 另外一個世界 我覺得我是穿越的 因為韓粉的世界我以為是那種 那種 啊哈哈那種 結果沒有 一片祥和 一片祥和 彼此是因為 輸家輸家那種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欸 你好 請問你哪裡來的 那就是像這樣子 剛好我遇到一個韓粉的大哥 他就跟我說 欸 你哪裡來 啊 我花蓮 你是 我台南是 然後他說 啊 沒關係 你今天來看韓國瑜嗎 對 對 接下來韓國瑜到了 我就衝上去嘛 我想說要跟他 欸 假裝要握手 其實我只想摸他禿頭 啊 我 我手機已經 我手機已經開好錄影 準備要摸他禿頭 但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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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乎格太開了 啊 水乎格太開了 我會沒摸到 那個 韓粉大哥看我沒摸到 好像很失望 他就覺得說 沒關係 大哥今天不讓你失望 他就把頭上的那個 那個韓粉的帽子脫下來 今天你不會空手而歸 他會把那個帽子送給我 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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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轉過去在那裡 好暖喔 好暖 好暖 我說不行 不可以這樣子 我想說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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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點就被一個韓粉凹彎了 你知道嗎 還好我堅持住 還好我堅持住 我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